主持有關於氣體的交換過程 受體對外界氣體的交換 第一個要先考慮到他身體構造的複雜性 所以看這個低一點的地方 如果現在是像那種單細胞 或者是簡單的多細胞 這大家可以區分成一個類型 然後接下來就開始具有多細胞 具有複雜構造 從這兩邊來看的話 但細胞生物跟簡單的多細胞生物裡面 一般來講因為他可能直接就可以面對外界的環境 所以氣體的交換 就由直接面對環境的過程當中就交換完了 所以因為是直接交換 所以他就只限制到有沒有問題 就是這些氣體進出細胞 通過細胞 所以一般來說的話 這個大概是一般 只要直接扣散就好了 好 就是直接用 好 就是直接以考慮他通過細胞膜的扣散就可以處理了 可是當這個生物構造開始複雜化 不管是動物還是植物 對不對 因為他現在呢 不是所有的細胞都輕易的可以跟外界接觸 所以通常呢 在這個 這個 構造的免化上面呢 會有一個特化的 呼吸的組織器官或者是系統 然後專門來應付對外界的這個氣體交換 所以他就會有一個呼吸構造的問題 好 所以下面這邊呢 舉幾個參考的例子 比如說 那個 比較小型的當中 像那個修飲 對不對 這以前也學過這個概念 修飲基本上 那交換氣體的部位就是他的皮膚 那另外 從蚯蚓的皮膚 你就可以看到一個 這個指導是動物 呼吸的部位 一定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色 就是他已經是潮濕的 而濕入的 好 因為氣體的交換過程裡面呢 你要讓氧氣跟二氧化碳先融與損 你這時候真正要交換才會比較方便 所以 氣體交換的過程當中 其實 雖然對外界 我們所面對的是氣態 不管氧氣還是二氧化碳 都是這個樣子 可是真實在交換那個 那個介面的地方 其實他都已經是潮濕了 而且這個濕潤的過程當中呢 我們還可以去想辦法 那個 促進那個氣體的溶解度 因為不管是氧氣還是二氧化碳 其實他的對血的溶解度 都不算是很好 我們可以用一些特殊的雜質 有沒有那個 溶質 來提高那個氧氣 或二氧化碳的溶解度 好 所以 秋雲的話呢 他的皮膚裡面密布微血管 然後分泌一些黏液的成分 所以 保持這個皮膚的濕潤狀態 就有利於抗呼吸 所以要讓秋雲死真的是很快 讓他真的撒那個 稀稀的沙子的粉末 對 他會死的話 不是幹子 其實主要原因應該是那個 那個 痣死 好 所以這是秋雲的情況 直接利用 因為他身體構造比較簡單一點 所以利用這個部位 來完成氣體的交換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就會有一個問題了 你看 他不是大部分的細胞 直接用細胞膜去做氣體交換 他是有一個 那個特定的呼吸構造 所以 當他利用特定的呼吸構造 先去做氣體交換的時候呢 好 所以有一些 有些部位的細胞呢 先去做一個動作 叫做外呼吸 所以這時候就開始延伸一個問題了 怎麼呼吸呢 就分成兩個半節 第一個 呼吸構造先對外界呢 然後就完成氣體交換 接下來呢 假設是氧氣的話 氧氣進入血液當中 然後接下來 再透過血液 用到其他的部位去利用 對不對 所以等到那個 循環系統 到了內部的內臟 或者是其他接觸不到外界的 這些細胞之後 然後再去完成一個 內呼吸 所以有呼吸構造的這些生物的話 他就會把呼吸分成 就是氣體的交換 分成兩個半節 第一個半節是對 呼吸構造對外界的部分 第二個部分是 循環系統對內部自己的 組織細胞的部分 所以 這個時候就會有發呼吸 跟內呼吸的問題 好 然後 所以接下來 看右邊 魚 魚的話應該都知道 魚類是用腮呼吸 可是其實魚類的腮是什麼腮 其實是內腮 內腮有一個特色 內腮是他身體內部的一個氣管 OK 然後第二個 從那個特徵上面來看的話 一般的內腮通常會有腮蓋 這樣的構造 所以魚類在呼吸的時候 就要去引導那個水流通過腮的表面 方法上就是嘴巴要翻開 所以水從那個口進來 然後腮蓋打開就可以讓那個水從那個 塞蓋打開之後那個縫隙流出去 所以水是單進單出 那這個過程裡面 它就會通過在嘴巴後方的那個腮這個地方 好 所以接下來就只要一個問題了 因為這個距離其實很短 所以如果它想要獲得比較多的氧氣的話 那它要讓這個塞有一個非常豐富的表面系 所以那個魚類的塞的部分我們會單獨 而且它這個地方有一個很有趣的設計 好 所以這地方暫時先停下 然後接下來呢 昆蟲的部分呢 也有一套非常有趣的這種呼吸系統 就是我們去觀察昆蟲內部 在呼吸的構造上面全部都是管子 OK 所以我們就把它叫做氣管系統 這是昆蟲 像蝗蟲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它的呼吸系統就是氣管系統 因為從頭到尾就是管子 那那個管子呢 就是從粗的 然後到細的 然後越來越細越來越細 然後最細的呢 要用那個顯微鏡 就是類似微血管那種 就是單一層細胞 然後管子非常的狹窄 而且那個狹窄的那段呢 裡面是塞滿液體的 所以它氣體進來的時候呢 前面那段呢 都是空的 然後到了非常小型的管子呢 就開始接觸液體 那管子太窄了 那裡面的分泌物呢 就把那個管子 算是塞住 好 所以它的氣體流到那個 開始出現液體的地方 就融點進去 你看 那裝點進去之後呢 再透過那個有液體的這一段 去跟旁邊的組織細胞做交換 所以它整套呼吸系統就是管子而已 好 所以就有點像這個樹枝一樣的 這樣子 越分越細 末端沒有葉子的這種 好 然後 可是 蝗蟲的話其實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因為它要飛行 所以在這個呼吸系統當中呢 它又為了配合這個飛行上的這個需要 所以有形成了氣囊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誤以為 那這個氣囊是不是交換氣體用的 不是 氣囊不是主要目的 不是用來應付交換氣體 氣管系統才是 那蝗蟲也是一樣 我們後面會有一張圖 所以到時候再來講 然後接下來 所以到了更複雜的情況呢 這個動物燈陸之後呢 基本上對於陸地的氣泥的交換的難度 所以這時候呢 氣體吸進來之後 我們需要一個護照 這個就是這個 對不對 然後呢 它有氣體流通的管道 所以它有氣管 所以我們已經開始了系統這個概念 然後再來呢 那個氣體進來之後 為了要加強表面 其實所以有解剖過青蛙的 應該就有一個概念了 解剖過青蛙的 你應該有看過這個青蛙背 上面是有一顆一顆清楚的泡泡 我現在講的是 你肉眼就可以看得到 那一顆一個泡泡的存在 下禮拜啊 拿豬肺給你們看的時候啊 我們就拿這個剪剖刀 然後把它劃開 你會發現那個 它的肺裡面啊 那個豬肺裡面啊 那個泡泡都吸到你要非常認真看 然後才會覺得它好像是 很多黏液的泡泡 然後劇情 所以你看我們的體型 比青蛙還要大 可是我們的肺泡卻比青蛙還要小 對不對 所以這個我們的大規面積 营造出來的這個效果 會比它好很多 所以 構造比較複雜的這些生物 尤其是動物來除的話 基本上從主治到器官到系統這個層體 會先用特定的呼吸構造應付外呼吸 解決的外呼吸 拿到氧氣排除二氧化碳 然後接下來內呼吸這個地方呢 再把這個拿到的氧氣分享給其他的細胞 然後所以就是構造簡單跟複雜的這個差別 然後兩百二十三十六葉這個地方 那邱影這個地方稍微提一下 邱影基本上已經是必鎖式循環系 然後有沒有看到邱影就起來 比如說你踩到它它斷掉了 然後你把它撕開 撕開 撕開 有沒有 所以你會把那個邱影想說它再生能力很強 所以就把它 然後再看一下會不會再生 好 那有沒有看到那個地攻擊的邱影 我去看一下 我去抓回來一下 究竟找不到這種邱影 好 邱影的血是紅的 要彈這個 那我們的血是紅的 可是差別在於呢 共通點在於我們都是利用特定的特殊蛋白質 來協助氣體的濾素 那這個蛋白質就是血紅素 那可是 因為它跟兩個結合的時候很明顯都是紅的 所以它是血紅素 然後不過其實比較簡易不要用這個詞 如果你不嫌麻煩的話 請把那個血紅素叫做血紅蛋白 這樣的話這個名詞很會好一些 好 所以現在的差別是什麼呢 現在的差別是我們的血紅蛋白質放在哪裡 我們的血紅蛋白是由一種血球專門負責收集 合成跟收集 就是紅血球 那邱影的話呢 它的血紅蛋白是存放在血降當中 所以我們在運輸氧氣的時候 大部分的氧氣都在紅血球的手上 然後邱影在運輸氧氣的時候 大部分的氧氣都是在血降當中 這是一個在處理上的不同 因為畢竟大家的等級還一樣 無脊椎跟脊椎的道理 好 所以這個的話就是把它當成是一個 就是事實這樣就好了 那接下來我們先來看蝗蟲 剛剛講蝗蟲的話基本上呢 它是那個氣管系統 那它沒有血紅素 所以如果你有踩植過那個小牆之類的話 或者曾經玩過那個其他的昆蟲的話 會發現它沒有什麼那個紅色的血液的部分 因為它是血清素 那血清素呢 是一種含紅的蛋白質 所以這也是一種蛋白質 然後呢 它也是攜帶那個氣體的工具 就這樣子 那所以它是血清素 不是血紅素 所以不會有紅色的血 然後 可是氣管系統到底有什麼樣的特質呢 就是第一個 它對外面 身體對外要有氣滿 所以這是氣體進出的出入口 然後接下來呢 氣門往內就開始銜接氣管 然後氣管就是越分越細 所以你現在看那個 236下面那個B A圖的話 有那個側面 看出來的這個約約的輪廓 而且它把氣囊給你參考了 好 可是氣囊暫時不重要 我們先看那個B的地方 氣門這個地方 空氣進出的過程當中呢 接下來進去之後 就從這個大的氣管接到小的氣管 然後到微氣管或微細氣管 或者叫毛細氣管 就是它的氣體的真正的交換部位 就在這些很細很細的毛細氣管 或者叫微細氣管 其實這些氣管裡面呢 大概都已經被液體給阻塞了 所以通常氣體流通到一定的管子的 狹窄層部的時候 它就開始遇到氣體 然後就開始中間 好 那所以後面的這個交換的部位 就是由這些毛細氣管 跟周邊的組織細管去做交換 你看好 那不要忘記了 那個它是開放式曲團系統 你看好 所以就是去想像一下 它氣管就直接延伸到組織細管的時間 好 直接去做交換就好了 好 所以你也會想說 不對啊 怎麼沒有那個威脅管 這個地方幾乎它都不會結束威脅管 因為它根本就沒有威脅管 對不對 所以它就直接深入組織細胞去做交換 好 可是為了要讓這個氣體呢 可以有流通 所以其實蝗蟲做的這一個 也是很有趣的控制 就是說 你看看我 蝗蟲肚子這邊結直動 它身體不是分解嗎 好 而且你看它身體那個負面 這個分解當中 那個兩結兩結之間 那個外骨骼外骨骼 直接的小縫隙 這個地方就是放那個氣孔的位置 所以每一次呢 當它肚子脹起來的時候 那個氣孔的開口 就是氣門 就打開 好 它肚子縮回去的時候呢 那個開口呢 就暫時性的封閉 好 那這還不重要 它希望這個整個氣體呢 是單向流通 不然的話 會導致那個充電 就是那個什麼 氧氣 就是你吸氣來反應 應該是這個吸氣的氧氣 可是如果跟那個二氧化 它的容度可能它會輪在一起 這個效率就不好 所以它就讓那個氣體呢 所以它肚子這個地方呢 轉共了十對氣門 然後 進到身體之後呢 再分出很多的氣管 可是這十對氣門 它的原用方式是 前面四對呢 用來進氣 然後後面第二對呢 是用來排氣 好 所以前四後六 所以它整個氣體的流通都是在管線上 就沒有配方這個特質的 那另外呢 我們也看到它有那個氣達 所以會影響到它會不會是有 跟那個肺泡一樣的功能 氣囊當然它有提供一定的表面基 氣囊的旁邊當然也有組織細胞 問題是在於氣囊的真正的主要目的是 為了增加身體的浮力 所以它在整個氣管系統的那個 氣體進出過程當中 它會刻意保留一部分的氣體 在氣囊的這個地方停滯 然後所以它氣囊比較能夠衝爆氣體 然後增加浮力幫助它飛行 所以它的主要功能是幫助飛行 所以不是做氣體的交換 雖然它可以幫它一點點 因為你看一顆氣囊那麼大顆 其實它的表面基不會比很多顆小泡泡 然後呢總體積跟它這個氣囊一樣大宅得好 所以可以幫得上榔 但是因為它表面基上面的限制 所以是效果上不會真的很好 那這是蚊蟲 氣管系統 那因為蚊蟲不是像這種 它們會有一些蚊蟲會有退皮的現象 所以有時候如果你有機會看到蚊蟲的退皮的話 蚊蟲在退皮的時候 肚子這片的皮退下來之後 有時候你會看到這個外面皮的裡面 那皮的裡面有時候會有一根一根的 像那個蚊蟲 這個或者是那個什麼 小寶寶 這時候就可以看到那個一根一根 那個氣管斷掉的那一根 因為它是那個外骨殼 會深入到身體內部的這個基本層 皮膚層這個地方 好 接下來237列這個地方 所以其他的這個生物呢 呼吸的構造會是長什麼樣子呢 比如說海鯨 當時候去海鯨館 如果你有摸過海鯨的話 海鯨那個背部那個脊 海鯨那是突出去的很不規則的 其實表面之間 其實就是它的腮突出去的位置 所以它的腮不是其中一個 是分散在那個身體背部的表面 它就利用那個乳片 海鯨的話 你們那時候在肯定接上有沒有看到 這個蠻海鯨標本 這個只剩下那個乳破人的 死的 海鯨裡面有它戳都會有那個粉末 但是它的骨片 它就骨片支撐 所以它就是利用骨片縫隙 直接伸出一個一個這樣子 對 它整個背部基本上 都是屬於氣質交換的表面 那不是直接是皮膚喔 因為它是有外骨殼 那外骨殼 所以它是在外骨殼之間 讓那個塞伸出去 這樣子來 好 然後接下來B的話呢 這隻有沒有看過 沙蠢海蟲 這個如果你有去海邊挖過那個蛤蠻的話 其實應該蠻容易挖到這種的 沙蠢的話是環節動物 然後它的塞就會在它的那個運動後到腹肢 那個油族 就是它的腳上面 它那個腳毛毛的 有一點像是有沒有看到蜈蚣 蜈蚣的腳是就是粗粗腿腿的這樣子 所以把那個蜈蚣的腳換成 就是一隻雷鐵桿桿的 然後蝌蝣的毛毛的這樣子 所以比下日圍的海邊抓沙蠢 有抓到的話可以稍微看一下 最好也可以看到毛毛的 它真的要看到那個塞的細節是比較難一點的 好 大家這個就是沙蠢 就是利用它的複製的地方 就是做為細節 找到各位 然後接下來那個蛤蟆 蛤蟆在吃的時候不是 就是中間那個肉是最紮實的 欸 那些不是我們蛤蟆 我應該是有眼間看喔 然後 然後 這是 這是渴的部分 對不對 所以 它這個塞就是在那個 中間身體的地方的表面呢 然後這邊 每邊有兩片 那一般蛤蟆那個塞啊 就 很痛 顏色很淺 所以 就是除非是生的時候啊 你把它剝開 然後把那個 肉的旁邊的地方 小心的剝一下 就會發現兩片薄薄的 再仔細看 那個顏色淺淺的 白色當中呢 其實會有一條一條的部分 這是很變形塞的特徵 所以 一般正常的情況 我們看到的就是 左右 各兩片 所以 這個就是蛤蟆的塞 所以去看蚵仔 蚵仔的那個塞 突然顏色會是 稍微深一點 然後看起來會比較清楚 好 最重要的是蚵仔的時候 光是蚵仔比較多 所以可以稍微看一下 好 蚵仔很好 蚵仔很苦 但是蚵仔很苦 好 好 然後接下來 蝦子的部分 好 咦 不然 禮拜二哪個蝦 好 來幾隻蝦子 看那個塞 好 好 好 蝦子的塞 欸 吃蝦子怎麼吃 這樣嗎 這些是頭先點掉 好吧 那就沒機會了 就是 下次有耐心的話 請先從那個頭部的那一節 然後從腹部這邊 然後先把它剝開 這樣子 好 那因為它那個塞 是在它頭節身體的側邊 腳收進來這個裡面 好 所以 那個 有一些蝦 它活著的時候 還很新鮮的時候 其實你會看到它 那個殼裡面 有一些那個毛毛的那個 這個其實很耐塞 那密度還很高的 所以要找蝦子的塞的話 就找頭節這邊 不用弄到這麼好了 那個龍蝦會不會太高級 一般的 像什麼半天蝦 泰國蝦那個殼有點透 其實這樣就很好了 好 好 所以你看 水裡面生活的啊 其實很多都是用塞 對不對 所以還包括這種動物呢 基本上 它一輩子當中 有一段時期 主要也是在水裡面生活 就是 兩生類 兩生類 分成兩個家族 就是有偽的 跟沒有偽的 好 就是 兩生類兩大家族 所以 像那個什麼 你這邊看到的榮遠 台灣山蕉魚 娃娃魚 有多看過 沒有 娃娃魚也是 不積極保育類的 不要去動 就看到我 動了 好 那個都是油尾木 就是一般的蛙跟蠶齒樹 這種 就是乳尾 講一下 啊大家我們都知道 那個乳尾木有一個很特別的是 它這個小時候 蝌蚪的時期 就是用塞 是不是 然後它隨著發育啊 如果你有看過這個蝌蚪 才剛長出腳的時候 它那時候有一個很有很妙的轉變 有人去解剖過 連續的 就是從蝌蚪 然後開始 那個米巴要縮短 後腳線短出來的時候 然後開始做那個 不同階段的蝌蚪 然後去做解剖 發現它那個真的是塞 那個地方 然後慢慢的轉型 然後出現肺 所以它後來呢 改換成到這個 以陸地生活為主的時候 這時候已經是肺了 所以它整個醫生當中兩個階段 前段用塞呼吸 後來用背呼吸 可是這次就不會了 油尾木的話 好像這里貝斯 基本上主要都是用外塞 所以外塞是皮膚延伸出去的構造 所以這次呢 那個水族管把它叫做六條毛 它那個外塞啊 在脖子那個地方 然後總共三對六根 是對稱性的這樣吐出去 有沒有 毛毛的 這次也是國際級保育類 所以如果看到水族管 在賣的話可以去倒彈 因為它在原產地 現在已經 那個裂骨的採集的壓力已經很大 就是有人會去偷抓 然後去賣這樣子 那台灣的水族管 台灣大概有印象中十年前 曾經有一度風雨過 然後後來應該是發現 它是保育類的 會不會不能進口 所以就開始去賣 所以現在應該水族管 都不敢賣 所以有賣的話你可以去檢舉它 然後 然後這還比較小一點 因為我看到 六條恐龍那時候 有看到這個水族管 在法輪的時候 大概就是這麼大意思 那台灣的山椒魚 大概就是這樣子 較小型的 所以如果你去 像河潭山 或者是灌路那邊 那種 西頭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海巴稍微高一點 然後潮濕一點 險太多一點的地方 不然就是那種 很乾淨的溪流 像你去那個 鵝環山那個溪流裡面 去過鵝環山嗎 鵝環山那個 那個山谷當中 有一些小型的溪流 那個其實有時候石頭翻一翻 我覺得有機會是看得到的 再來就是針殿點底下 好 然後那個 大陸的那個瓦華魚 那瓦魚都很可怕 那以前那個 走私進口的 大概都這麼大 你知道瓦魚 為什麼叫瓦魚 就是他媽媽耗的時候 很像那個 那個小貝鼻的造成 然後那個 當年走私進口的 都是這麼大 然後直接太腸火 然後拿去料理這樣子 據說他的肉質很細 所以當年他紅了一陣子 然後還快去保育類 就不能進了 所以 除了很少數走私進口圈 又沒有辦法 然後 然後那個 以前看過一個節目 在南部那邊有一個做養殖漁業的 然後他就當年就是有買到 然後 後來就不吃 就直接把他丟在魚屎裡面 跟他的魚一起生活這樣子 那這麼多年來 他已經把那個瓦魚給拿 瓦魚 還攻有沒有 不攻 因為他抓起來說是超過他的手 所以應該是超過兩公尺 就大概將近兩公尺 那瓦魚 他說他有時候晚上啊 因為有時候那個魚屎會有人去偷 偷撈 尤其那個魚快要那個 可以熟成的時候 他就要去護魚屎 那有時候他住在那個公寮的時候 馬上就真的會聽到那個 那個小貝比在那個 活啊 活的 魚屎 當中 空放的環境裡面 然後有一個小貝比在那邊 在那邊 這樣子 很詭異喔 來了 娃娃魚 然後很醜 真的 去網路上查一下 OK 所以 內塞跟外塞 外塞 他的就是外塞 外塞是皮膚 外塞是皮膚 外塞是皮膚變化出來的 增加氣體的這個接觸面積 所以裡面秘密的方法是微血管 就是他是皮膚衍生物 然後內塞的話不是 內塞的話是氣管等級 他真的是身體內的一個獨立的這個動作 然後去做氣體交換充斥 這樣 好 好 所以 接下來 他要去魚 誒 他要再買一隻魚的意思 好 所以 那個 接下來 有沒有刷過魚了 就是 這邊 流 魚 然後他的三次長刷魚很俐落 滑過去 然後 爪進去 爪就爪出來 然後內臟就是這樣 一手一刮 就全部都浮出來了 好 好 所以 塞在靠近那個頭部塞蓋下方 齁 所以那個 從腹部這地方應該很輕易就可以取出來了 好 那塞取出來之後呢 第一個 可以看到的特徵是 它是很多片疊起來 可以看到 那每一片呢 上面 鋁能夠清楚 因為鋁的話 它那個 塞這地方顏色夠深 所以 塞這很多片疊起來當中 每一片呢 就可以看到它上面是一條一條的絲狀構造物 好 所以這些絲狀構造物呢 基本上就是所謂的塞絲 好 所以就是 好 所以 那個 固定 塞絲用的構造呢 裡面 它有大一點的這個鞋關 我們稱它叫塞 好 所以現在看那個 魚 塞抓出來之後的第一章 好 好 塞壺上面呢 會有那個 命牌的這些塞絲 那 當然你這樣讓那個 氣體交換是在一根一根的絲狀構造物上面 表面積已經可以增加了 可是對於魚類來說 其實這樣很重 因為這個距離太短了 剛剛講 你從口徑來到塞蓋出去 你猜多少的距離而已 如果你希望獲得更多的氧氣 然後把那個二氧化碳排除 這個有效距離是太短的情況之下 那要從表面積去著手 好 所以對於那個魚類的塞絲來說 它就做了一個很有趣的改造 它把那個塞絲呢 上面弄成這樣一片一片的 那 這個正常來說 應該至少起碼要放大鏡 那顯微鏡就更清楚 好 才可以看得到 這一片一片的 然後兩片之間呢 大致上的平行 平行當中呢 留下一個小縫隙 這個東西叫做塞板 所以每一個塞絲上面 又有無數平行排列的這個塞板 然後它塞板上面就是微鮮光 這樣 所以水進來的時候 它不是只是表面通過那個塞絲的問題 那其實也會穿越那個塞板之間的縫隙 這樣子的話呢 又可以再進一步增加表面積 所以你看到 從魚塞抓出來之後到右上角那個圖 然後塞絲上面 會有頂頸排列的塞板 塞板上面密布的微鮮光 水流 水流 基本上是可以從塞板之間流過去的 好 所以利用這樣的構造的優勢 其實已經可以增加不少表面積 你看 可是魚為了要增加這個更多 拿到這個氧氣的量 所以它在這個地方 又把那個塞這個地方塞絲上面 做了一個很有趣的設計 因為氧氣只能用簡單擴散 所以如果你只看塞上面的血液流動方向的話呢 大概會是這樣子 因為塞板上面是微鮮光網 好 那微鮮光網一定可以追 一定有一條比較大的血管 好 然後帶著血液進來 然後再出去 換一下顏色 好 上面我們提到 單循環的特色 單循環呢 血液離開心臟的時候 是減氧血 然後通過微鮮光的前方段 大致是減氧血 然後通過微鮮光的前方段 夥伴都開始逐漸的變成是重氧血 好 所以 如果除了只看塞上面的血液流動 那當然很有意義啊 反正到時候呢 我就讓那個水 從塞板的表面流過去 讓它搞定啊 反正接觸面積越大 那我從中得到氧氣的機會就越多 拿到的量比較就越多 可是 這樣的一個設計 其實會有一個缺點 好 就是說 如果我們假設呢 水第一時間 進到魚的嘴巴裡面的時候 那個氧氣條件是100% 好 如果 現在呢 這是水流 然後 這是塞板上的血流 OK 那我們當然是希望水流 可以充分接觸這個塞板 然後去跟微鮮管做交換 可是 就算你讓兩者之間 擴散的問題是效率很差 但是很差當中 又會遇到一個瓶頸 你就算這兩個空間 就是水流跟微鮮管的血液 交換的效率再怎麼好 等到這一些水要離開塞板的時候 我了不起 也只能讓血液拿到水裡面 50%的氧氣 為什麼 因為它拿到50% 也表示水呢 損失了50% 或達成平衡 你想要再多拿也拿不到 欸 聽懂嗎 假設 假設 今天血液拿到水流氧氣的效率 真是超級不抵的 好 它也只有這個瓶頸 你是獲得了水中 這大概50%的氧氣 好 所以這個地方呢 它就用了一個很有趣的設計 它把這個水流呢 這個可以擦掉 我們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這種方式呢 是水流跟血流是同向 這是順流 好 這是順流的作法 那魚類不是用這種作法 我們發現呢 魚類是這樣子 它是讓水流 跟血流的流動當向 是逆向 在地上當中 因為擴散的效率真的是很差 可是你去想一件事情 這些血液等一下要離開 這些血液接下來要離開那個塞板 然後這是才剛剛要進來的減氧氣 好 對 因為氧氣是用擴散效率很差嘛 所以你等到那個水要離開塞板的時候 你看到這邊的水裡面的溶氧有沒有可能 還沒這麼厲害 你看到嗎 好 可是它必然 我們用一個比較簡單的講 它必然是打魚類 比如說這裡面 你水再怎麼跟塞板接觸 水裡面應該還是會有殘流的溶氧 好 你再去看血液 血液剛進來的時候 它的氧氣條件是不是很差 對 去減氧血液 好 所以我讓那些溶氧量不是很高的 然後去接觸那個嚴重缺氧的血液 請問這個時候有沒有擴散發生的可能性 有 好 接下來 等到血液繼續往後面 微信光網的後面流動的時候 它的溶氧量是不是開始提高 所以後面的部分 溶氧量逐漸的提高 然後 可是這些溶氧量提高血液 它會接觸的水呢 是溶氧條件是越來越好 所以我在往回追 繼續順著血液的流動的話 這一些溶氧條件 就是它然後已經有拿到一些氧氣的這些血液 它還是可以持續從水裡面拿到這個氧 因為它後面接觸的水 氧氣的條件是越來越好 所以這樣子一路看下來的話 我雖然每一段裡面呢 其實都只是少量少量少量 可是因為我每一段都可以穩定的 讓氧氣從水擴展到血液裡面來 所以我累加起來了 到血液即將要離開的時候 然後我再怎麼樣也應該有機會突破百分之五十 為什麼 因為我這個地方水剛進來的時候 我當然它是百分之一百 對不對 所以那個百分之一百到這個地方 就算打個折好了 比如說這邊百分之七十 我還是可以發生溶氧 所以它起碼利用這種逆流的設計 有那個機會讓血液要離開腮板的微切管的時候 它接觸的水的溶氧條件是最好的 那這個時候擴散仍然可以發生 那血液剛進到腮板的時候呢 它接觸的水的溶氧條件也許不好 可是這個地方擴散還是可以發生 所以我在腮板的每一個地方 都可以持續的穩定拿到氧氣 結果累積起來的溶氧量應該會大於百分之五十 應該不會停在百分之五十 這是另外一個從這個兩個方向的配合面 所以它不只是利用塞絲 利用塞板來增加表面積 它還刻意營造的這個叫做逆流交換系統 就是它上面不是塞板下面有一個放大的圖 它刻意讓那個塞板上面的血液的流動方向 跟水流剛好是逆向的 來提高擴散的這個累積的供氧量 這樣的話它才可以拿到更多的氧氣 這樣有沒有看到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設計 那這個設計因為將來 留意一下逆流交換的機制 將來我們在人體的腎臟還會再遇到一次 所以表示這一招不是這種魚類會用 它如果是夠好用的話 我們就會在其他的生物 也看到這種演化上面的一個結果 所以逆流交換基本上很好用 我們腎臟也會有在用這一招 這樣你看齁 好 這樣就之後談鳥類了 對 沒有什麼問題 今天就到這裡 為了